洛杉矶环资讯网记者Grace报道 在2010年的秋天 Eric在QQ上问了阿辉 你愿意嫁给我吗 因为离得太远 我没有办法漂洋过海 给你送花和订婚戒指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以后我会补上 面对这样的求婚 阿辉点了点头 心里是水到渠成的宁静和温柔 随后美国男子Eric精心挑选了戒指 飞到中国和阿辉在国际婚姻登记处 办理了结婚手续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也是他第一次见到阿辉 2012年阿辉独自飞往了洛杉矶 这个在大洋彼岸的城市 阿辉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哈尔滨 一个普通市民家庭 家里条件一般 从小就懂事 能吃苦也是比较节俭的 他希望可以早一点自立 然后可以脱离家里 他在工作几年之后 和闺蜜省吃减肉 最后是挣了点钱 自己开了一家婚庆公司 他说那个时候自己年轻 身上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也是因为年轻 心气也高 有男孩追他也并不放在眼里 一心指向事业 在阿辉看来 那段创业相互扶持的时光 是他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 但是那一段失败的婚姻是彻底打醒了他 他说他的第一段婚姻非常失败 前夫的家人看重的是他的生意和钱 婚前婚后判若两人想要控制他们的公司 而前夫又是个妈宝男 全听他妈妈的 所以闹得非常不愉快 三天不吵架都觉得不正常了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半年 想起比第一次的婚姻发生的事情 真的是比电视剧还要精彩 就在母亲刚去世不久之后 他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亲人的离世加自己的婚姻失败 一系列的打击 让阿辉从一个年轻不懂事的小女孩 一下子变得成熟了许多 而对于阿辉而言 寒冷的哈尔滨变成了一座伤心之地 也没有什么再继续留恋的理由了 于是他来到了南方的深圳 他本来是想散心 却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一待就是12年 深圳的机会多 他来到了一家海外的广告业务 认识了一个机会 那就是一个在洛杉矶的台湾供应商 他们这个台湾供应商是负责在国内的食品 比如说像什么米线 这些国内的人比较喜欢吃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是供应到美国的华人超市 这位台湾商非常相信阿辉 觉得阿辉做事靠谱 就希望和他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供货给他 之后阿辉注册了一家进出口的贸易公司 作为他在国内的代理人 阿辉说12年在深圳的打拼 这座城市对他而言非常的亲切 使他开阔眼界 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他说如果让我再次在国内选择 我还是会选择深圳 不过他信奉佛教 相信自古因缘有定 离合也有缘 所以心态也平和 不过呢 岁月平逝到了2008年 阿辉的人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际遇 阿辉说他的供应商是一位做事 很低调严谨的台湾老叔 平时都只谈公事 只有一次他问说 你怎么一直没结婚呢 他说我没遇到合适的呀 这位台湾老叔说 那给你介绍的男朋友好了 本来以为是开玩笑 也没放在心里 却没有想到这随后介绍的男人 变成了阿辉真爱一生的丈夫 他说一开始和这名男性 只是普通的聊天 后来邮件交流变成了QQ视频聊天 这个男人一下班就会和他进行QQ视频 QQ那个时候呢 没有美颜滤镜功能 视频拍出来的就是本人的真实样子 他说我们的之间谈话非常坦诚 无话不谈 他认为阿辉心地善良 诚实 没有虚荣心 在网上交往了三年之后 这个男人连阿辉一面都没有真实的见过 他便向他求婚 而阿辉也答应了 在2012年的秋天 阿辉下了飞机 经过了四个小时的安全检查和移民手续 他和Eric终于重逢 他说美国对他来而言就是一张白纸 一路上没有任何的高楼大厦 跟中国的农村一样都是矮房子 此时此刻阿辉特别心里忐忑 他说我是不是被骗了 但是看着身边的这个男人 心里依然有着安全感 他觉得自己并没有看错人 下飞机之后 休息了一会儿 Eric问阿辉说 你饿吗 我带你去吃中餐好吗 于是呢 他跟着他来到了附近的Asian Buffet 说跟中国的国内宵夜更是没法比 基本就是大排档级别的 收费也不便宜 这个男人又问说 好吃吗 阿辉赶紧说 好吃啊好吃 他说因为我知道 这是他能够在这里找到最好的中餐馆 我不能再苛求 Eric是一个电子工程气息师 上班地点离家很远 每天两点多就要出 每天五点多就要出门 下午两点半下班 回到家之后 Eric和他的这个妻子就一起吃饭 一起打理花园 一起看电视 周末他是不上班的 就随处陪阿辉在四处走走看 他们一起去散步到了下坡的地方 Eric一定要扶着他 他们也会自驾游 大多数都是Eric开车 说他几乎没有上过高速公路 也几乎都不用加油 因为Eric很信心 都会把油给他提前加好 下了雨之后或者是变天了 会把外套放在床上 写着 写着张纸条 让我穿上外套 而他的银行卡上 更是含有两个人的共同姓名 但是他自己的银行卡 都是让阿辉自己来保管 阿辉说 Eric是个非常绅士的人 他不抽烟 不喝酒 不打牌 最大的爱好就是关注政治新闻 还有会听音乐 看电影 他虽然是个理工男 但是对历史有着非常深厚的兴趣 无论是对美国历史 还是中国历史 他为人低调 内敛 安静 身上有一种老派绅士的气质 而每到节日 无论是情人节 感恩节 圣诞节 还是结婚纪念日 Eric都会送礼物给阿辉 他说 其实结婚十年 他们两个人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重话 也没有脸红脖子粗过 大声吼过 总是心平气和的一起商量 但是正当这个时候 阿辉以为所有的跨国爱情都是这么美好 但是结果却发现 有一些令他哭笑不得的事发生了 阿辉说 有一个邻居比他年龄大很多 也是差不多时间来到美国 在背地里就跟其他的朋友说 阿辉结婚就是为了拿美国绿卡 所以故意不生孩子 绿卡拿到手之后 就会和Eric离婚 说实话 阿辉说 他听了特别生气 同事在美华人又都是邻居 为什么不能好好相处呢 而是处处诋毁 你是在嫉妒吗 而反讽的是 阿辉并没有离婚 而他的丈夫却申请到利卡之后 他离婚了 离婚之后 找到阿辉 还让他介绍一个美国男朋友给他 阿辉说 两个人之间的坦诚相待很重要 不要为了个人的私心和欲望 刻意去强求 会活得很累 夫妻并不是朋友 要长期一起朝夕相处 时间久了 真的没有一辈子的秘密 尤其是国际婚姻 他说回首过往 自己年轻时的英勇笑貌 只能够回味 而如今阿辉却觉得 能择一成终老 愿意人白首 也就此生无憾了 来看 就 就 我